在每个困境中 看见天赋的脚印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 诗篇第124篇 有一个古老的信仰故事 是这样的 有位男子来到天堂门口 他的眼前 回放着自己的一生 他发现 当他人生顺遂的时候 地上总有两对脚印 一起往前迈进 但是 在他最低潮 最绝望的时刻 地上却只留下一对脚印 于是 他忍不住生气地 直问天赋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丢下我一个人 天赋苦笑了一下 并温柔地回答他说 孩子 在你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是我 背着你走过去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却完美呼应了 我们接下来 要读的这首诗 如果不是天赋的爱 我们怎能走过重重难关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 第124篇 诗篇 第124篇 以色列人要说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 那时 破滔必漫过我们 河水必淹没我们 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 交给他们吞吃 我们好像雀鸟 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 网罗破裂 我们逃脱了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 耶和华的名 大卫感谢神说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那时 波涛必漫过我们 河水必淹没我们 他希望以色列百姓们 能时时刻刻牢记天赋的爱 他一步也不曾离开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陷入困境时 往往会因为害怕 而进入防卫姿态 于是我们就开始生气 抱怨 但鼓励你 别忘了 天赋其实一直都与你同在 而且他正忙着保护你 为你挡下更多危险的攻击哦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想看看 过去你生命中 有哪些难关 是天赋扶持你走过的呢 无论是大事或小事 都让我们纪念天赋的作为 当你仔细查看 你一定会看见 原来处处都是他的脚印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赋 谢谢你爱我 扶持我 胜过那些过不去的难关 我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在困境中看见天赋的脚印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